哈喽大家好我是关羽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 七六人拖荒者和太阳队的补强 那么要是说错的地方 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之所以会把七六人和拖荒者放在一起聊 是因为个人感觉目前这两支球队的状况相当多 先来聊聊七六人的部分 实际上今年七六人的补强动作 几乎是没有太多亮眼的操作 截止目前七六人有的操作 是以三年1500万叙留Furken Korgmas 另外两年2000万叙留Danny Green 当然有着Ambit如此强势的内线在正中 如果能把场上空间拉开 就能解放更强大的Ambit 因此七六人也是和George Nian达成协议 以两年670万的价格将其引入正中 另外稍微比较亮眼的操作 就是Andre Drummond的底星加盟 这个动作其实是要保证 比赛过程中七六人都有一名中锋在场上 毕竟Ambit从进入联盟到现在 几乎没有全情的一个赛季 而且在比较重要的比赛中 Ambit如果陷入犯规麻烦 那么有Drummond做个替补选择也是很不错的 Andre Drummond目前28岁 可以说是在当打子年吧 不过有些球迷在担心七六人迁进退步的Drummond 会不会导致七六人战绩受到影响 我记得看法Drummond是一名进攻篮板非常强势的球员 有他在球队就有多点而是进攻的机会 另外其实个人是觉得Drummond在胡人队时期的表现 之所以会有退步的现象 主要还是体系和场上空间的问题吧 因此到了七六人后会不会有改变 这个部分我们大家就继续看下去吧 按照现在看到的消息都是MB继续扛先发 Drummond打替补 那么或许有球迷在想 有没有可能把两人同时摆在场上 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不大可能 因为七六人现在的问题是要将空间拉开给MB在内线打 因此如果同时摆上Drummond 空间会十分拥挤 MB就会像过去胡人让AD和Drummond同时上场时 AD的情况 因此错开使用时会比较适合目前的七六人 话说Drummond的24篮板相当强势 而MB的内线破坏力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 因此下个赛季的七六人进去站立真的相当可怕 那么前面有提到七六人的状况 主要是出在SIMENS这一边 我相信大部分球迷和我看到的消息应该是一样的 也就是刚开始七六人说交易不会动到SIMENS 并且会帮助他开发投篮 然后就是被爆出SIMENS的交易筹码 至少要4个手轮签或手轮呼唤权 加上一个全明星或有潜力从一全明星的球员 老实说这个要价虽然有点过分 不过也确实能理解 毕竟SIMENS的防守相当好 上个赛季差一点拿下年度居家防守球员的奖项 另外才25岁 他的天赋真的是不可多求的 那么交易筹码曝光以后就是SIMENS的球队失联 然后最近看到的就是SIMENS不接听或和任何七六人球队人员沟通 所有沟通工作将由经纪人处理 因此SIMENS可以说现在是和七六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 甚至有传闻指如果进行交易 他不愿意前往托荒者和猛龙队 更倾向加入勇士队 不过谈不来说目前SIMENS的状况相对被动 他对于自己要被交易去拿着球队没有过多的话语权 SIMENS和MB一度是球迷们期待过程以后带领球队走向光明的关键 SIMENS除了投篮以外 在场上能做到的事情真的接近超巨的标准 而且目前也有消息称SIMENS正在更换投篮手 将投篮手换成右手 他实际上是一名右撇子 不过会用左手投篮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因此个人是希望SIMENS能和球队修复好关系 那么聊完7-6人我们来聊聊拓荒者吧 实际上这次球队的状况也是有点多 我们都知道去年季后赛在败给阵容不齐的绝境队以后 两名利勒可以说是对于球队相当失望 并且在球队修赛期补强的工作给了十足的压力 虽然是有表示忠诚不愿离开拓荒者 不过这一切将随着球队管理层补强工作的积极度而改变 另外就是前一阵子换教练的风波 也确实让利勒和球迷有一些不愉快 所以现在要留下利勒球队必须积极引援 但是日前利勒对于球队引援的工作表示不够好 也意味着他仍然不满意 尤其是管理层面能留下Carmelo Anthony 这实际上也是立了非常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看拓荒者目前的影员对象有哪些 首先就是Norman Pau5年9000万虚留拓荒者 这个部分我们之前有提过拓荒者必须要留 否则就等于紧注用他半个赛季 也宣告当时那笔交易 把Ronnie Hood和Gary Tran Jr.交易去猛龙 换回Norman Pau是一笔失败的交易 另外就是射手Bette McLemore一年底薪合约加盟 前黄风中风Cordy Zeller一年合约加盟 和Tony Snell一年合约加盟 老实说不要说Damian Lillard 我个人也觉得这样的影员实在欠些诚意啦 不过站在拓荒者的角度 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多少薪资空间能操作了 而且管理层骇和橱队二当家CJ McCollum 和中风Yusef Nurkic表示 不会交易他们的想法 因此要有大幅度的补强实在是难上加难 我自己的看法是可以尝试交易掉CJ McCollum 换回彻翼站立 这样除了能拆掉大笔的合约 清除一点薪资空间 也能使站立更平均 个人对于剑队的想法 就是不把优点和缺点一样的球员搭在一起 不然缺点就会成为大漏洞 里面Lillard和CJ McCollum 两人都是后场球员中得分比较强势的球员 不过这两名球员的共同点就是防守欠佳 另外就是如果不交易掉CJ McCollum 撇开薪资空间的问题 拖荒者现在也确实没有多少能拿得出手的筹码 即使拿得出来 别人愿不愿意跟你换 换回来的是不是符合教练体系 或是球队所需要的球员 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地方 因此个人是觉得后场拆掉 会是让拖荒者的补强工作比较容易的部分 因为正中还有Norman Powell 以他的能力其实扛先发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下个赛季拖荒者必须要增强的就是防守的部分 否则要在季后赛走的远 真的是相对会比较困难 最后来聊一下太阳队 实际上上个礼拜 Chris Powell拒绝球员选项成为完全自由球员时 个人是蛮担心会离开太阳队的 不过隔天他就和太阳达成4年1.2亿的合同 继续留在太阳队打球 职业生涯的总收入达到了约4.5亿美元 另外和 Cameron Payne 达成3年1900万的合约继续留在太阳队 这样一来其实太阳的控球后卫 这个位置站里基本保持一样 另外现在也有看到消息 就是太阳正在和Alfred Payton商讨合约 想要前进这个防守不错的控球后卫 至于内线的部分 和Frank Kaminsky达成1年210万的续业合同 另外就是以1年500万的合同引进Javal McGee 这个操作个人是觉得相当不错 毕竟去年季后赛 在Sarish受伤以后 其实Atom没有了一个合格的替补 毕竟Frank Kaminsky表现不算亮眼 因此前进McGee以后 虽然进攻段他没有办法 抢Atom的贡献那么多 不过他的护框能力相当不错 有他在场上应该可以给Atom 争取多一点休息时间 而且有Chris Paul的组织 加上Pain快速过人以后 逼迫对方周空前来补防 仍是觉得McGee应该还是能打出一点 简单的吃饼和补兰 另外提一下 Sandy Torrey Craig是确定离开太阳加盟六马队了 扫掉Torrey Craig的确有点可惜 不过相信下个赛季太阳 依然还会是季后赛球队 最后Chris Paul签下这个合同 应该是在太阳队终老了吧 无论如何 大家看好太阳队下个赛季吗 另外大家对欺怒人和托荒者队 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求 由于写稿前记载到发片 中间可能存在时间差 有哪些没来得及补充的消息 还请大家理解 帮忙在留言区补充一下吧 这一期大概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